近段时间 一种以订餐为名 忽悠人购买红酒的骗局 在重庆多地出现 这不开海鲜排档的熊女士 就中了招 掉进了圈套当中 还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熊女士在重庆账母山附近 开了一家海鲜大排档 经营已经有六七年时间 这一天中午 餐馆前台接到了一个订餐电话 打到前台 我们员工接的 说那天晚上 4月9日晚上要订四桌 然后连续吃15天的那个餐 他说他们公司聚餐 连吃15天每天四桌 这明显是一笔大业务 熊女士很快添加了对方微信 对方自称姓陈 在确认订餐信息后 对方提出要求 就是用餐的时候 他们要喝一种指定红酒 而且因为要开发票 他要求熊女士帮忙购买 餐饮花票和酒水花票要一起看 他说我把图片发给你 你帮我找一下 看身边朋友能不能买到这款酒 我说他就把图片发过来 于是熊女士四处打听 哪个地方可以买到这款红酒 可是却没能找到 熊女士随即将情况告知了陈某 对方表示 他将厂家微信发给熊女士 熊女士可以直接通过厂家购买 问他嘛这个红酒多少钱件 他就说二千八通过讨价还价嘛 我想着拿得多嘛 最后就二千五成将六件 算上酒水 这一单业务总共价值七万多块 熊女士一边催促订餐的陈先生抓紧转账 一边跟红酒供应商联系 很快陈先生发来了一张转账截图 下面显示已经向他转了七万零八百块 但是这批转账熊女士迟迟没有收到 他说工账转私账 他说是需要延时两个小时才到账的 我就打了工商银行 朋友的那个电话我就问他 我说工账转私账 确实是有这个延时到账吗 他就告诉我 他说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熊女士说 其实自己一直都很警惕 但听到朋友说转账确实有延时 于是就打消了顾虑 同时陈某和红酒经销商又连番催促转账 熊女士一着急 就按照红酒经销商提供的账户 转了购买红酒的一万五千块 可这钱刚转过去 订餐的陈某又打来了电话 然后又打了电话 他说我们领导的一个高管领导要来 他说要给他送十件红酒 我突然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 我说完了骗子 根据经验 熊女士判断自己可能上了大 于是一边想办法拖住陈某 一边赶紧前往派出所报案 可没想到就在办案过程中 陈某和红酒供应商相继拉黑了熊女士 回想整个经过熊女士表示 平时警惕性很高的自己 没想到也遭到了这样的忽悠 其中很多教训值得总结 他也想提醒广大餐饮业同行提高警惕 因为我们做餐饮也做了六七年了 没有人说过然后有这样的骗局 如果说凡是有一个人讲过 我就不会说这样的骗 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餐饮朋友们 然后一定要接到这样的订餐电话 一定要多加留意 留得多一个心眼 骗子的招数让你皇不顺房 目前警方也对此事展开调查